脫掉車緩緩將陷入坑洞的車輪吊起 仔細看地面上出現一個 比籃球大的坑洞 原來車主在颱風夜前一晚 江愛車停在這裡 沒想到一早要開車 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我剛剛要動車的時候 就是我一發動 我就稍微往前 結果就要碰一聲 這邊就踏下去了 我才按一點點油門 它就是要動的時候 它就倒進去 不過坑洞旁的幼兒園也反映 圍牆出現了裂縫 室內牆角也有裂痕 磁磚拱起 里長何理明懷疑這與 市政府污水下水道工程有關 他們來施工下水道工程 然後事前施完以後 在那個恢復路面的時候 潮潮了事 希望市政府能加強監督一下 這些外包商 不要這樣 然後做了你們來這裡施工時候 造成公安意外 造成人家 那個房子的毀損 現在又有那個地層下線 之前有跟他們講過 一定要來探勘過 因為這邊是 在那個巷神納逆的時候 都地基掏空 所以這條 你要在施工時候 是務必要小心 看到的新的鋪的佛油路 都是施工的範圍 那這一次颱風就是下了雨以後 可能不知道 今天來看就變成這個樣子 不過市政府和包商 也到現場勘查 發現巷道側溝 結構維持良好 加上坑洞處 制造路外的市人土地 因為我們施工的地方 至少有一名 對啊 這樣 我是覺得 要算全部算 我們這邊算有點 對啊 而且畢竟這邊 樓房本來就比較舊 情況的觸判來講呢 那 基本上我們道路的側溝 那個結構也都是良好 那我們污水下來 到底是在我們的道路內的施工 所以這個部分的觸判 應該是 這個私人土地的原本的地平 可能 在施工上 這個厚度比較薄 那內部有稍微這個 掏空的狀況所造成的 那這部分 大概觸判上的是 跟我們污水到施工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 市政府公務處強調 污水到施工之前 都會請包商 針對鄰近的房屋進行拍照 後續將會進行比對 如果施工有造成臨宅受損 公務處和包商會負起責任 做好善後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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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